在2月14日晴燕节这个大好日子里,娱乐圈又传出一喜讯,与胡歌共同出演过狼牙榜的演员王凯,也疑似要结婚了。 该消息发布后,不少网友都炸开了锅,纷纷融入王凯的社交网络平台,企图从中看出些蛛丝马迹。 根据报道人所述,王凯准备结婚,与好友胡歌的妻子不同,王凯的女友是娱乐圈内人,为了不让过多人关注和打咬这段感情,两人在交往时非常低调,几乎除了他们身边的好友以外,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事情,也因此外界没有任何消息得知此事,直到现在实际成熟,才陆陆续续有了风声。 同时,该网友还表示,因为王凯以及其工作室,没有对此进行营销。 因此,届时会有很多人感到意外,但也有不少人猜对女方是谁。 该消息爆出后,也有不少网友认为,这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消息,只靠一张嘴就能编出几百条小道消息,不太可信。 但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这位IP为德国的网友,曾在胡歌官宣前就预告过相关消息,可信度非常高。 更有网友发现,居时早在之前,这位知情人士就回复过相关消息,声称自己是个劝恋人,曾经在影视剧《相风而行》中接触过王凯的女友。 网友们,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,纷纷猜测起女方到底是谁。 评论区中,不少网友将视线集中在蒋欣、宋茜、王欧等女性身上,甚至还有人认为可能是经纪人等。 不过,被网友们提到最多的无遗害是蒋欣与宋茜。 王凯曾在影视剧《欢乐颂》中与蒋欣有过合作,也曾经有过一些爆料,两人还有一些亲密的拥抱照被媒体曝光出来。 甚至,蒋欣曾一度发布与王凯贴脸的亲密照片,还配文说,他说他爱我,在当时就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猜疑,也被认为是已经谈到了婚嫁的程度, 但不知道为何却最终不了了之,没了后续。而宋茜则是与王凯合作过多部大热剧集,像是伪装者和狼牙棒, 俩人也有过不少的对手戏,也因为俩人间的张力,让不少网友希望俩人能够在一起。 不过很可惜的是,王凯与宋茜在私下并没有什么孤独的来往,但也有网友认为是谭松韵的可能性更大, 毕竟在这几个人选中,只有谭松韵在相逢而行剧组中,由于所接触。 作为一个有实力,有口碑的演员,王凯曾出演过《伪装者》、《狼牙棒》和《欢乐颂》等肉播剧集,也俘获了很多人的心。 如今,王凯又已经踏入了40岁的大门,与他同期的演员大多都已经成家。 只有他仍孤生一人,这样喜欢他的网友和粉丝们感到焦虑,面对这样的喜讯自然是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。 不论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,都希望王凯能够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女,早日成家立业,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 娱乐圈里大部分的恋情都是从各种同款开始的,他俩当然也有同款,但也仅此一个,那就是一个暴政。 就这么点元素,营销号就直接盖章,王凯和宋谦要结婚了。 这个瓜还没来得及发酵,两家工作室就出来辟谣了,速度之快,一追好多人都没吃到这个瓜,就直接看到了辟谣声明,建议内于所有工作室都来学习他们的辟谣速度。 宋谦这边发博表示,会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,王凯那边解明恶药,不造谣,不信谣,不传谣。 两人这一配合,直接就把这个瓜给扼杀在了摇篮里,吃瓜群众自然也就散了。 王凯和宋谦本来在圈子内就属于没有什么交集的人,王凯这边一直稳扎稳打,就一门心思走演员路线,从尾章着的大祸再到狼牙榜,大江大河,大家对他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。 虽然没有奖项加深,但是演技一直在线,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演员,而宋谦原本就是人气女idol,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国内,流量都很高。 回国之后也是影视舞台两手抓,演员身份也是慢慢被认可,还拥有了自己的代表作《下一站幸福》,口碑和热度都赚了。 两条不同路线上行走的人,可能唯有的几次交集,就是曾参与过同一场红坛吧,而且这几年两人各自都有绯闻传出。 就说王凯,之前和蒋星传出了结婚瓜,那个时候他和蒋星合作的欢乐颂,虽然戏里面两人没啥亲密互动,但戏外可没啥晒帐,而且还发了各种比较暧昧的话。 就在这段越演越烈的时候,蒋星删光了两人的合照,算是侧面否认了他们在一起的传闻。 除了蒋星,王欧也曾经是王凯的绯闻对象,那时候王欧还没有陷入夜光剧本的漩涡中,两人合作次数最多,尽管没演过CP,但是戏外确实关系不错,发布会和社交平台都有不少互动,大家也都知道王欧现在有自己的小男友和何九华秘力调游。 所以其实这么来看,王凯的很多绯闻都随着女生有了感情状况而不公自破了,宋茜这边最出名的绯闻就是和羊羊的了,现在都会有人时不时的提起。 回国之后,宋茜迁到了羊羊所在的公司,懒人没少给对方站台,也是因为太过频繁,坊间就逐渐传开了他们的绯闻。 去年还有狗仔爆出过杨姓男艺人和宋姓女艺人连在一起七天的瓜,瓜主直指羊羊和宋茜, 懒人绯闻传得越来越厉害,粉丝们也是吵得不可开交。 最后的结果就是,两人从此成了陌生人,基本无交集,至于再没在一起,看客们心中也都有自己的答案。 以前的绯闻,当事人不是合作过影视剧,就是各种同块,嗅到眼花缭乱,像他们这样没交集,被硬组在一起的还是第一次见。 梅瓜可以不抱,但是也不能编离谱瓜呀。 王凯出道至今,从未官宣过他有女朋友,在采访中, 他也透露过自己之前也谈过一段长达四年的恋爱,最终两人因为聚少离多分的手。 除此之外,王凯也跟很多合作过的女演员传过绯闻。 欢乐颂热播时,他跟王子文凭借超高的CP感,而被网友们高呼在一起, 私下里他又因为跟蒋星走得近。 蒋星还曾发文调侃他俩,关系密切。 经此一事,网友们又误会他跟蒋星走到了一切。 在这之后,王凯又被拍摄《放弃你》、《抓紧我》以及《猎狐》时, 先后跟陈强恩、王欧缠出绯闻。 可是,时至今日,这些女星里,除了蒋星之外, 其他的要么结婚,要么身边已经有男朋友作陪。 而王凯和蒋星之间早就澄清了关系,也没以前那么亲密了。 再加上最近,他又辟谣了跟宋茜即将结婚的消息, 种种迹象都在说明,如今40岁的王凯依旧单身, 可能经历了父亲的离世,以及自己身体突然抱养之后, 王凯更加重视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和快乐。 婚姻大事他期待,但不强求, 就如同他现在对待演艺事业的态度一样, 红不红他已经不那么在乎了, 太子关心当下的角色能否严好, 而坚持活在当下,并且热爱生活的王凯, 未来肯定会找一个可以跟他同频共争的执行人与他相伴到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